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对您正在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两人都是目前比较火的男艺人好 而且两人从不缺戏拍 何必思这种说法 只想说发这个消息的人 内心是多么的阴暗 或者只是为了引起注意 实际的事实是 实际在市场上的人不仅是在市场上的人 而且是在市场上的人 下一部电影是满江红 据说下一部电影会和舒淇合作 他能有现在的发展多亏了他公司的明确方向 他的发展方向是电影 电视剧暂时不会拍 他自己拍戏也很规律 让他在表演中能有足够的精神 而不是只起身去参加各种晚宴 据说 目前姚安娜女士看中了他 并一直在努力让他加入他正在筹备的新电影中 姚安娜果然是豪门贵妇 喜欢什么就什么发展 王一博现在的发展也很好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电影长空之王 为何防暴队 无名之辈以及刚刚加盟大鹏导演的新片温暖 近日 网络有人直言王一博的性格到底是低情商的表现 还是太直男的表现 其实在娱乐圈能成功出道的明星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低情商的 除了个别女演员被爆的太高 王一博充其量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 个性的年轻人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他的采访 和与别人的互动都有一种懒散的感觉 其实这应该是他对陌生 陌生的一种质疑和质疑对环境的自我保护 但是同样的观众可以看到他 在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中的用心程度 他对舞蹈的痴迷是肉眼可见的 而且他现在正把精力放在拍电影上 所以他当然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处理更多的事情 与其讨论王一博的情商 不如多了解自己 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必要的地方 至少我个人还是很欣赏他的 王一博晒晒照 一不小心成了宣传牌 网友纷纷打卡拍照 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发文称 王一博表示 赛龙舟敢为人先 勇往直前 勇不放弃打动他的团队精神 是他一直追求的精神 视频由王一博录制 视频中 王一博提到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之一 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传承 龙舟是一项团队运动 合作 敢为人先 奋发向上 勇不延弃的团队精神让我感动 他还表示 这也是他认同和追求的 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这些也许是龙舟精神 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 而网友们也在评论区互道祝福 一切祥和的气氛 但是端午节怎么少了王一博的最新资料呢 工作室放出了王一博的最新照片 并表示心中有爱 眼中有光 宗享受温暖 是摆脱宗的唯一途径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照片中 王一博身穿白色衬衫 外搭黑色西装 坐在椅子上弹琴 帅气优压 只是一张静止的画面 似乎就让我们听到了钢琴优美的声音 在耳边炫目 像一阵春风 网友们也很关心王一博 纷纷问工作室王一博吃饺子了吗 也有不少网友也祝福王一博假期身体健康 照片中他身穿黑色连衣裙 还戴着黑色棒球帽站在河边 站姿挺拔帅气酷炫 他大概没想到的是 这张他的照片 一不小心就成了宣传照 原因是该区官方微博 又名西西师弟 转发了王一博的照片 并表示端午节好运 欢迎来到西西 也是这条微博 瞬间闸开了过 评论量接近五千 点赞数几万 现在好了 大家都知道王一博在哪里打卡了 所以网友们都跑到打卡的地方去了 也有网友关心那块石头能不能撑得住 于是进去就看到了人潮涌动的景象 虽然下着雨 但依旧挡不住网友们的热情 纷纷在王一博站在石头上排队打卡合影 王一博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做一些积极正面的宣传和公益 这也是他能收获很多粉丝的原因 希望明星们能够善意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给很多粉丝树立一个好榜样 以免失去一个偶像 大鹏导演新剧《温暖》开播 黄博、王一博领衔主演 阵容强大 近日 黄博与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温暖》开拍了 因此 引起了众多网友和粉丝的关注 影片主要讲述了在逆境中依然坚持梦想的陈硕 王一博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遇到了一生的舅舅丁磊黄博士 在重重阻碍和困难之中 他们能否坚守自己的心 保持对月亮开放的云彩 该剧是一部关于舞蹈的喜剧片 演员阵容和制作团队都很强大 尤其是黄博和王一博连妹主演 更是给该剧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这个搭配怎么样 一直是网友们讨论的焦点 一个是顶流 一个是影星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组合 有流量就有流量 有热就有热 有演技才有演技 各个年龄段的观众 全覆盖 其实这种组合模式 黄博之前就尝试过 几年前他和张艺兴一起主演的电影好戏 就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 事实上 这种模式很容易成功 想想黄博或者王一博 他们的薪水不应该低 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片酬 肯定是因为他们两个有一定的票房号照力啊 制片人的钱真是大风 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有道理的 还有该剧的导演大鹏 也有一定的导演号照力 大鹏导演的每部作品都有不错的票房 上映前的作品吉祥如一口碑不错 所以这部舞蹈喜剧片 观众的期待值也是一路攀升 有这样的导演 再有王一博跟电影导演的顶流 可能是电影圈的一种财富密码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